現場實拍 我去 看一下多少人 立正跑路 大君 這麼大的一家超市 既然人影都沒有 人都去哪裡了 我現在是位於廣州市田河區 的一家超市裡面 這家超市 以前在我們這個小區裡面 是十分的出名的 還記得以前每逢過年過街的時候 這個超市都是人滿為患 人流量十分的大 但是如今看來 從我這個視頻可以看得出來 倒閉的倒閉 轉讓的轉讓 真的是啞雀無聲 人影都沒有一個 其實就在三年前吧 就是疫情還沒有到來的時候 這個超市的生意真的是火爆的很 甚至還開了幾家小的分店 但是現在應該是由於疫情的原因 和人們消費習慣的一個改變 這家超市的其他分店 已經開始倒閉了 關門了 就剩下這個大的超市 在這裡獨木難舟 估計呢也可能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了 因為你看他這裡的人流量 壓根就沒有 他的租金呢 肯定也是不便宜的 因為他很大 一共有四層樓那麼高 每一層啊都有幾千個平房 馬上呢就要過年了 是時候要回顧一下過去一年的經濟狀況了 如果你是一家實體店的老闆呢 你可能會發現今年的生意並不如預期 店裡面呢都沒有人 消費者呢都不知道去哪裏了 歡迎大家收看全網最真實的康康圍 這期的視頻是關於離職和離別的視頻 我現在的心情是無畏雜誠的 來到康康將近三個月和大家都產生感情了 現在面臨憤靡 正在永遠捨不得 內心是激怒的興奮的 而且也是不捨得難過的 跟大家來一個大大的離別擁抱 剛好線上有兩個姐姐我們是同一批來的 因為這一次沒有續簽政策 所以說小時候到期了就要辦理離職 看來現在都沒有下早班的呀 廠區裡面都是空蕩蕩的 再來給大家看看廠區裡面的環境 你看富士山也很貼心的天冷了 剛安的當服了門簾 冬天裡面也有冷氣 冬天在車間裡面上門也不冷 正所謂是冬暖夏涼啊 我們都是上完15號結束提交的離職申請 當天就收到了審核信息 說讓16號可以再上一天 然後17號辦理離職交接 再來跟這個標誌性的大門合格引吧 證明我曾經來過康康 現在是早上的五點多 大家看看 有很多的商鋪都已經開門了 我要買個大大的鞭子袋 裝我要搬的東西 從年級一把 我又失業了 離過年還有兩個月 大家想好幹什麼了嗎 現在都知道17店的生意不好 有些人 他都 他都覺得你17店生意不好 我來 你就得把我像大爺一樣的供著 女生一樣的給捧著 看見沒我的店 房租到期 全賬金 然後我的店裡到處 別的都是皇族期貨 早上門一開 就來了一位美女 我一看這門一開 生意就來了 然後就開始給他介紹 這美女呢 每一個都看 這毛衣看一看摸一摸 把價錢問一下 這個看 只要他能看上的呢 他就問一下 摸一下 然後就開始試 試了我一個多小時呀 我就一直伺候你 我想的你試的多 你好歹你也拿個一兩件吧 好吧 試完了 直接給我來了一句 算了 太貴了 就準備直接往出走 哎呀 我真的是無語了 唉 我現在連看完一部電影和電視劇的耐心都沒有了 談戀愛也是一樣的 就是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考慮 能不能走到最後 能不能真正的在一起 感覺時時刻刻都在擔心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這個可能和我從小成長的環境有關吧 就是原生家庭的原因 感覺我自己非常的缺乏安全感 我總是在上班的時候等下班 下班的時候呢又覺得好累 希望周末快來 但是周末來了 你來在家的時候 我又會想 今天饅頭放假 我這樣在家裡面什麼都不幹 我又不出去 是不是很浪費時間呢 出去了之後呢 我又想趕快回到家 躺在床上多舒服呀 就是一直都很著急 也不知道自己在著急什麼 總在一件事情還沒來得及發生的時候 去期盼下一件事情 缺失掉了很多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真實感受 很難享受生活感受到快樂 與其說是缺失的感受 其實更多的就是 被我提前扼殺了吧 我永遠對下一分鐘的自己寄予厚望 好像生來就自帶一種 有任務沒有完成的焦慮感 這樣長期以往讓我的大腦很滿 又好像很空 像我這樣嚴重的內耗性格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獲取真正的快樂 大家好感謝收看中國小人物頻道 今天是2023年11月18日 蘇州昆山力爭電子跑路大均提前回家過年 鄭州富士康清理小子宮不再續簽 也提前兩個月放假回家過年 屍體店經濟疲軟沒生已沒顧客 生活充滿焦慮不敢消費沒錢了 可這時候居然 專家還建議交失業稅 你們相信嗎 有專家提出新的建議 建議對失業人權征收失業稅 深圈可以激勵他們主動自救 避免躺平的現象 這樣的建議簡直是無稽之談 我都要失去工作沒有收入了 你們竟然還要建議我去交稅 你們的良心到哪去了 思想如果這些人 每個月是在5萬塊錢以上的工資 他們還會躺平嗎 如今中國的實業大軍 已經是很大的數字了 你們不僅不給實業人提供經濟援助 反而要從他們身上榨取錢財 在他們累緊褲腰帶 省吃減用只會活下來的時候 你們竟然還想強行拿走他們一半的生活費 你們所謂的專家如果給你們提建議 那麼我建議你們不要給建議 實體經濟萎縮倒閉 電商對中國經濟的系統性衝擊加劇 是電商出現以前 同一個玩具 五線城市的實體店賣23 二線城市的實體店賣30 一線城市的實體店賣50 這三個實體店 根據當地的生活收入水平 玩具的價格是合理的 但電商出現後 這三家實體店同時也開了網店 網上送賣 面對全國各地的客戶 一線城市50的網上價格 就沒有了任和競爭力 三線城市30的價格競爭力大打折扣 只有五線城市20的價格賣得特別火 然後今年的變化就出現了 一線城市和三線城市的網店經營殘淡 五線城市的實體店關了 專桌網上銷售 搶走了大量的一線和三線城市的客戶 然後一線和三線城市的實體店開不下去了 關了實體店 省了房租 採檢的銷售人員 運營成本大大降低 然後專門經營網上店鋪 最後造成的結果是 三家的實體店都關門大吉了 一線三線的網店向五線的看 其低價競爭 二四六線城市的經營變化模式 也是同一個道理 實體店關門對中國經濟的系統性衝擊 首先實體店房東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 然後實體店的銷售服務人員失業 實體店的裝修業務荒廢 關於實體店的裝修 設計人員和裝修工人失業 然後裝修建材市場跟著關門失業 然後裝修建材的生產工廠縮減裁員倒閉 然後實體店用到了相關電器設備出局 如空調電腦監控設備等 然後相關電器的銷售人員 還安裝維修工人開始失業 然後生產電器的廠家縮減裁員倒閉 一個店鋪是如此 一個大商城也是同一個道理 造成的結果就是大家要不失業 要不收入銳減 最後大家都沒有收入了 躺平了 充滿了喜感 就是往上再低價也買不起了 然後頭部主播在美國的夏威夷海灘度假 享受陽光浴 然後留下14億國人苦苦掙扎 拼時增強那點殘羹聖飯 美國、歐洲、韓國、日本經濟更發達 生活更富裕 他們為什麼不大規模普及 享受電商的便利呢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便利發展下去 就是飲鎮止渴 止渴坐吃山空 我們要做的不是關閉電商 而是要與實體電發展保持相對平衡 經濟才會相對穩定啊